01 看人长处,人无完人,每个人都有缺点,如果你总是盯着别人的缺点不放,你们的关系肯定好不了,反之,学会晃昧思考,多看别人的优点,你就会发现,越看别人就越顺眼,就能与人处好关系,就懂得用人所长。 一只独秀不是春,百花起放春满园,只有懂得与人友好相处的人,才能成事,懂得用人所长,你也就拥有了领袖的素质。 02 放人难处,就要在别人困难的时候,伸出你的援助之手,可能是举手之劳,也可能需要一定的付出,只要力所能及就好,锦上鲜花,不如雪中送炭,人在春风得意的时候,你帮他,他不一定会记得你。 在别人有难的时候,你给予了帮助,人家会见你一辈子的好,在你有困难的时候,人家也会同样帮助你,你的路才会越走越宽,比如人生中常常遇到的一些事,生病住院,红白喜事,天灾人祸等等。 你的帮助,你的一生问候,甚至是一条短信,都会犹如春风水卵,彻底拉近彼此间的心理距离。 彻底拉近的好处,就是有偿怀感恩之心,要知道,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,每一点进步,每一滴收获,都离不开父母,家人,朋友的帮助,永远记得别人的好,才能每天拥有阳光,每天都有朋友相伴,终生都有幸福相随。 相反,总是记得别人的不是,只会苦了自己。 处理好人籍关系,永远要记住这三句话,看人长处,帮人难处,记人好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